就在山頂古秋社區參與的大紀元結尾 特別在四月期間開辦記者贏的外賓 讓小朋友來了解作記者 要如何來裁縫、塞鋼和點葉頂頂的記者 也在今天適合成功社區 訪問到地圈的頂部的故事和心情 一切來體驗到作記者的趣味 你和你社區贏的外賓嗎? 有啊 小朋友有的人負責責傷 有的人負責紀錄 要來了解今年一直九十三歲的阿公 來到社區的心情 一直在年輕時的故事 今天來參加記者營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怎麼樣好玩? 可以跟阿公阿嬤聊天 我覺得參加記者營可以 來到社區跟阿公阿嬤互動到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很少跟長輩講話 所以 阿公阿嬤這樣笑咪咪的我覺得很開心 以後有這個活動我還會再參加 因為就是可以跟阿公阿嬤互動的機會 採訪了阿公來社區幾歲來的 還有他喜歡社區安排的什麼活動 我們跟他們聊得很開心 由第三點富豬社區 多年來的大紀元價位 特別在蘇格基甘開班記者營的活動 剛才讓小朋友了解 要如何採訪 砂鉤以及烈牙以外 雖然還是頭到封門 後下先了解在台臨門告訴 提醒專輩和另外一天的感情 我們申請衛生福利部的起見計畫 裡面有一個活動叫做小小記者營的培訓 我們希望在就近的中多國小 少年國小的小朋友 利用暑假的時間 讓他們能夠來參加培訓 來了解一下我們社區的生活狀況 我們老人家的關懷的情形 透過記者營的記本 何下先就由訪問 來到跟專輩豐富的臨時經驗 去到社區的在地歷史 以後專輩在小朋友的活動 練成吉哈 共同大過快樂的一天 記者就算全部都